大家好,歡迎收聽理事台,我是瘋仔 星期四晚凌晨時分,我們就踢了歐巴八強的次回合 落後三球之下,作客來到意大利對著亞特蘭大 本身賽前我也不停地說,關乎比賽的場地和球隊的狀態 其實這場的反勝難度比起當年反勝巴塞隆拿更加困難 而踢落上場發揮其實已經比想像中好 早早打開了記錄,而且有不少賣門機會 但這件事就無法持續到下半場 雖然我們這場球能夠贏到,亦保持不失球 但仍然在兩回合合計以1比3的比數輸了給亞特蘭大出局 高普手下最後一場的歐洲賽亦結束了 首先看出場正容 滿章位置是艾利神,中堅雲迪克,拍著干納迪 左閘羅伯神,右閘阿歷山打羅 中場防中是麥卡利時拿 中場中用了蘇布斯麗和居力士忠斯 前線左翼迪亞斯,右翼沙拿中鋒加普 後臂帝上有門將基尼夏和阿祖安 中堅昏沙和祖高美斯 左閘森美卡斯,中場遠行航加昏比,艾利諾和波比奇勒 前線是祖達,紐尼斯和丹斯 這套陣容其實都已經是預料之內 高普就算面對這些情況 都會嘗試去奮力一戰搏一下 講堂波之前也講一下昨晚用NOW體波的問題 面對了一些困境 因為大家看六四三台的話,點幾中那輪歐協聯里爾 對著阿士東維拉的比賽 是要搞到加時射12碼才分勝負 但是NOW竟然沒有分配到另一個頻道出來播出利物浦的場球 結果大家三點凌晨起身了 打算有交月費就可以韌韌腳一開電視就有球看 但是最終上半場都是要臨急臨亡去找LINK看著 到場勾協聯踢完六四三台的訊號回到利物浦的場球 都已經踢了35分鐘以上接近上半場的尾段 其實來到淘汰賽有加時有互射12碼這種情況真的很常見 為何電視台不會有多兩手準備多條頻道出來應付這種情況 將加時的場合搬到另一個台播出 原本的觀眾會懂得跟著旁述 說我們轉到655台看完那場球 他們會懂得跟著轉 原本的台不接著播出原本安排好那場球就可以了 昨晚香港一眾用NOW端賽的利迷 我想開頭找LINK都很狼狽 講完端賽體驗後就講回場球 其實上半場踢出來表現就不失禮 早早憑著眼落的一次右路傳中省中對方的手而搏到一個12碼 由Sara操刀7分鐘已經打開了紀錄 燃起了一絲後尚的希望 而接下來其實攻勢都頗不錯 一下羅伯神左路傳中加普禁區頂第一時間彈的球給迪亞斯入攝單刀 可惜球前了一點後迪亞斯緊緊快門匠一步睹到球 但亦因為太接近門匠就被對方近距離封球出來 接著又一下阿力森亞落後場搶到球後馬上長傳給加普打反擊 他禁區邊控著球等迪亞斯上來再橫傳 然後迪亞斯過一過度球給右邊的Sara做個撞場入攝 Sara都比得不錯不過對方亦捉到撞場這個套路 一直跟進下去下橫就橫走球球 而之後當然亦不少得上滿場最動大的機會 加普中場附近背身奪的高球直線被Sara形成單刀 他是完全走空了 看好多時間又沒壓力之下 球還要重高而落 很適合給你立刻奪寫一個走出來的門將 但Sara左腳鬥過去竟然偏離龍門也好一段距離 如果這球能夠幫我們追到3比2的比數只是落後一球的話 整場球的形勢就會有很不同的發展 另外上半場尾段還有一下Sara給直線迪亞斯接近單刀的機會 被對方的中堅希恩用手擋出來 不過球證只是吹罰了一個罰球加張王牌 而沒有因為一個阻止明顯入球機會而給了紅牌 其實看回也不完全是錯的 始終迪亞斯還沒控到球 而亞特蘭大的右腦其實還有一個人是後過希恩 有機會包到迪亞斯這球球 而就著這一堆攻勢 加上能夠找到打破僵局的入球 我覺得上半場的發揮是絕對可以收貨的了 而亞特蘭大方面統計上只有一個入到禁區射斜的攻門 除此之外只有兩下越位在先的球較有威脅 一下就弄到雲力克差點擺烏龍 幸好艾利神飛身救出來 另一下古本美娜斯就真的射入了 但旁證很快已經舉歧視越位 對比主場的首回合 其實無論攻守這個上半場都有所改善 但是下半場是有一個天翻地覆的改變 不知道球員是累了跑道沒那麼多 還是整班人覺得中落後兩球 不值得花太多氣力去追 繼續打下去就變得沒什麼精神的樣子 不停都是橫傳回傳慢慢踢 不知道以為他們才是領先兩球等收工那一隊 反而半場經過調整的亞特蘭大機會最終比我們更多 艾達神和古本美娜斯都有球禁區邊的射門 不過沒什麼角度之下讓艾利神可以輕鬆沒收 你說亞特蘭大進攻的威脅是不是很大 其實就不算的 全場只有0.55的期待入球值 8射只有兩中 最終我們能夠力保不失 中斷了連續九場有失球的紀錄 其實都不算太意外 但人家本身就是拿著三球的領先優勢來打這場球 根本都不需要太在意攻勢 究竟能否入獄 能否入到球 只要守得住不要失禁多球就足夠了 但我們這邊下半場 理應是想追多兩球 而實際上展現不了決心出來 尤其是66分鐘我們開始換人 沙拿迪亞斯和蘇布斯利都抽走了 換入祖達、紐尼斯和大利諾之後 形勢是更加差的 然後隔多五分鐘不夠 就把艾利神達亞洛都換走 換入祖高尾斯 最有效的一個後場出球點 我們都沒有了 然後那二十多分鐘的比賽時間 阿特蘭大繼續全場地人盯人 小麥、雲迪克、光拿迪等等幾個中後場的球員 就在後場互傳幾下 轉到身 但望向前面沒有人下來幫忙連接 然後唯有回傳給沒有給對方人盯人的門將艾利神的腳下 而艾利神是變成了我們今場全球次數最多的一個球員 可想而知我們有些進攻的板夫是多麼缺乏 搞到不停要借助門將來用球 但當艾利神或其他人作出場傳 我們前場的人其實就不多夠頂 場傳亦都不是特別準成和獨到 結果不斷浪費時間去橫傳和回傳 然後無謂直接場傳上前送回控球拳給別人的後場 再等待我們稍後拿回球 又重新回傳回傳再場傳失誤的東西 整個下半場我們只有兩個攻門 兩球都是來自佛球的投錘攻門 還要扭尼斯那一下其實都已經進入到下半場的保時階段 就算真的進入了都不會再有時間讓我們再追多顆 三波上我們完全都做不到任何威脅 如果全場都是上半場這樣的表現 而最終我們追不上而出局 我想我都會滿意收貨 始終賽前都明白要反勝是很困難的 能夠重返勝軌已經很欣慰 但來到下半場 整班人真的沒有鬥心、沒有組織、沒有跑動、沒有威脅 我根本都不太知道自己看了什麼 如果賽前的期望 我的確是會覺得今場能夠贏到尤不失球 算是一個合格的結果 但看完下半場的發展之後 你又確實很難會令球迷們覺得滿意 高普賽後還要說喜歡這場球 覺得球隊的投入、慾望、力量都很強大 我是有點懷疑大家是否在看同一場球 所以最終有80多分鐘的時間 我們都追不回另外兩球的差距回來 這回合是贏了0比1 但兩回合合計就輸3比1出局 歐霸八強就止步 結束了高普在利物浦淫來最後一場的歐洲賽 而歐霸也成為了高普任內唯一有份參賽 而未拿過冠軍的賽事 接下來我會想說今場下半場的困局 其實都是受限於對方全場人爹人的戰術 但明明上半場我們都能夠成功解困 為何下半場又做不到呢 我就會用截圖和大家一起看看 其實面對的事情是一模一樣的 但看到我們的球員還是很有心去跑動拉扯 前線的球員也會回到後場或中圈附近的位置 幫忙連接球上前 同時這種回後拿球的動作 因為對方是全場都人釘人的關係 這樣的走動就減少了阿特蘭大在自己後場的人手 從而令我們如果能夠長傳直接上到前面成功的話 就會有一些人少打人少的進攻機會出現 即是利用了這種前線球員回後的方式 我們不論長傳還是短傳 都會更加有辦法打到上去 剋制到這種全場人釘人的戰術 就好像我CAPTO的這一下9分鐘的後場組織 我們今天龍門有9個人出現在後場 SALA和加普都有回後幫忙拿球 而且艾利神組織的區域 是較為後一點貼著底線附近 令到阿特蘭大班人的前線要推到很上 防守的區域較前 我們就自然更多他們後場的空間可以利用 再看22分鐘這張CAPTO其實都是類似的情況 鏡頭左下角有個乾拿迪 不過它進不了鏡 但仍然看到我們有9個人在自己的後場組織 再次看到SALA回後進去中間幫忙拿球 今場的確大家都可以罵SALA把握不到那個單刀球 但它下來幫忙串連的跑動其實做得不算差 換走完它之後 其實整隊球就是少了這個角色 你想做個球都再做不上去 看看80分鐘這張CAPTO 當時我們在後場上永遠都是無計可思 後衛和小麥和艾利神不斷互傳 7個人在後場 少了些接球點幫忙運送球上前 而球員也缺乏自己背身拿球再轉身推進的能力和決心 每次都只是選回傳橫傳 擺大個頭用了斗尼斯、祖達、加普、艾利諾和丹斯 但偏偏沒有足夠的人手回來幫忙拿球 結果只能萬無目的大腳上前到搏亂 我們沒有空中霸王 長傳也不是特別有準成度有威脅 下半場最有威脅的一下 應該就是加普接應亞歷山達亞洛的後場長傳 他原本空了單刀 但都選擇背身頂回球轉頭 而不是直接轉身用腳控球下來 結果Z比蘇布斯禮都沒有位置 他就回傳給加普再後腳給沙拿近射 門將封走了 但同時沙拿也越位在先 到最後連阿洛都換走這些長傳進攻武器也沒有再見到 靠艾利神的話這些生波就不會斬得特別好 試了長傳的武器 甚至乎我前瞻都說過大膽些用加分比 他的控球盤球技術背身單打的身形 確實有機會在單對單人釘人的時候 做到一個突破點來打散對方的防守組織 如果進取些 高普當時就算是想抽起亞歷山達亞洛 都可以換加分比進來 然後拉中屍去打右閘 反正你還想追的話 一定是擺多些中前場的球員出來打散 但高普當時是決定委喚委喚 祖高美斯這些進攻黑洞出來 令到我們後場除了長傳的能力 連想利用個人盤扭去突破的能力都沒有 再加上積極回後拿球的沙拿也被抽走了 後場短傳的目標少了 紐尼斯、祖達、艾利諾、丹斯的足球次數 全部都不是那麼多 在前場等輸送 連後場的短傳目標都少了 其實是否由換走了沙拿和迪加斯的一刻 高普都不相信自己對球還有機會追得到 在最後的10分鐘 他用丹斯入替了羅伯神 看起來好像很拼命 終於都不是位換位了 但換進來的這位小將 用10分鐘的時間 怎麼看他都不像是用來吹響後上的好角 還是都發放了差不多要放棄的訊息給現場的球員 令到他們後來真的缺乏了戰意 後場慢慢猜都好像完全無所謂 我並不覺得球隊或高普在經歷過首回合後 沒有研究到一些對應全場人釘人的方法出來 上半場已經展示過給大家看到 他們是有能力打穿亞特蘭大的防守 不過就要看他們有沒有決心把這種打法踢出來 而去到比賽尾段這種缺乏戰意和鬥心的表現 相信會是我們這班即使落後三球 仍然都熬夜起身看球的利迷最不滿意的地方 球員發揮方面我就不打算詳細說 主要想讚一下加普 今場爭取正選位回來 而他也是前場最有威脅的一個 基本上有威脅的空勢都是有份經他腳所創造出來的 迪亞斯的近距離單刀避風 沙拉單刀凹射不中籠 沙拉比迪亞斯的接近單刀球大被人剷走的一球 這些波加普都有份參與 亦都經常回到比較後的地方幫忙做接傳 他的連結能力是幫了球隊很多打破亞特蘭大的防守 絕對是前線表現最好 近幾場也是狀態最好的一個 不過有個位置我留意到也蠻奇怪的 就是近幾場他好像沒有射門的意欲 翻查資料 自從對著石飛聯入了頭鎚之後 他踢的四場球兩場正選兩場後備 但一腳都沒有射過 不過他這幾場集中去助攻隊友 其實威脅都是大的 但隊友把握力真的還是差一點 我自己就認為加普是繼早達之後把握力最好的前線購員 但近來看來就沒有展示他射術的機會 今場換走羅伯神之後 甚至乎安排到加普去踢一個左閘還是左翼衛的位置 拜託高普其實真的不要再把加普亂擺 難得拿回狀態又搞亂了他的節奏就真麻煩了 還有今場干拿迪的狀態就看起來比起以前好很多 至少回追、防守、鬥撞、鬥跑等情況都沒有那麼輸蝕 比起早兩三場好很多 不過有些可惜的是 自從昆沙對曼聯犯完錯之後 他都沒有再得到任何的上陣時間 歐伯出局之後 打完下星期週中那場英超寶賽之後 我們就不會再有週中的比賽了 賽程鬆動一點之下 輪換中堅的需要也小一點 分分鐘昆沙接下來的六場比賽 都未必再有機會出來復聚了 以及也恭喜一下丹斯 拿到他人生的第一次歐洲賽上陣 雖然場合和結果都不算是理想 他自己也沒有什麼碰球的機會出現了 但這場已經是他自從3月2日 作客落定銜森林的比賽之後 首次重返一隊的賽場 時間都過半月了 對布拉格斯巴達的首次回合都沒有他份 都可以見到高普來到賽季的尾段用人 是比較首格一些 如果捉總盃對著曼聯的時候 他肯好像聯賽不決賽一樣 早點用丹斯落場 加時有他這種活力 相信比賽的結果都可以很不同 而那場球賽沒有輸到的話 可能整隊球賽還能保持得住士氣 打到這一刻 或者會有一個不同的景象 不過這個世界就沒有那麼多如果 高普教了這麼多年 大家看久了都會知道 他用人上面有什麼優缺點 或者現在這段的戰績 最好的效果是在於為下任領隊減減壓 近來都多了些人說 感覺到高普的能量傳遞不到給球員 後隊的踢法進入了一個死胡同 甚至乎我自己都會覺得 高普都已經有一個等收工的狀態 昨日去到比賽的尾段 你看到他坐在水箱上看球 你不會感覺到他很激動 就算踢法真的有什麼被人針對到 其實高普帶隊的時機 只剩下一個多月 剩下六場球剩下 你也很難會覺得他為了這麼短時間 還能研究另一套踢法出來應對 上季就說 最後的十場開始練阿里山大亞 落內收右閘的打法 改變了上季的頹勢 但現在高普都頗肯定沒有這個動力 和必要去搞這麼多事情 就算踢得再差 再被人針對也好 現在都只是捱到六場的聯賽 就可以等收工 也不會影響高普利物浦傳奇領隊的地位 只是最終送走他的場面 未必算是最風光的一種 但是一個張走之人 其實你也實在很難會作出什麼大的變動 踢到現在成績差了 就留下了更多的空間 給新踢化新人士新作風 來加入我們對波 這個我想是唯一能夠從近方看到好一點的方向 其實只是換個角度樂觀一點 其他勾戰的情況 就算了 利華古遜首回合領先兩球 他們作客到韋斯咸 這回合雖然很早被韋斯咸追回球 但最終仍然都能夠頂得住 還要比賽的尾段 憑著費林幫的入球追回成一比一平手 令利華古遜今季繼續保持不敗 以3比1淘汰了韋斯咸入到歐霸的四強 全季不敗的紀錄抗展去到44場 已經提早五輪拿了德甲冠軍打破敗 摩尼克的11連霸壟斷局面 現在還有歐霸四強要面對羅馬 以及德國盃的決賽對著德越榜尾的海沙羅頓 沙比亞朗素第一個執教利華古遜的完整球櫃 已經準備緊要挑戰三冠王 這個成績實在是非常驚人 很可惜我們找不到他回來幫忙接替高普 今個夏天如果他離開的話 跟白人競爭我都頗有信心 我們還是有得爭應該爭得贏的機會都不小 但如果將來皇馬要換稅的話 我相信他會選皇馬優先於利物浦 我自己也不希望見到下一任令隊 這麼快就要考慮被換走 因為如果真的出現這種情況 很大機會就是他教得很差 所以分分鐘沙比亞朗素回歸利物浦執教的機會 將來不會太大 而隨著我們和韋斯咸在歐霸出稿 歐霸都沒有英超球隊 前晚阿仙奴和曼城都出局 歐聯亦都沒有英超球隊 只有歐協聯的阿士東維拉 憑越護射十二碼淘汰了里爾入到四強 但德甲就有多蒙特和白人毛利克 入到歐聯四強 尼華古信也入到歐霸的四強 所以基本上爾甲和德甲都很大機會 拿到下季聯賽歐戰系數頭兩名所有的額外歐聯席位 對我們來說就不會有什麼影響 不過好像曼聯這些 萬一他們捉獎會拿不到冠軍 聯賽又排不到第七名的話 他們就會完全脫歐 現在車路士少打他們一場都落後三分 近來車路士的狀態都非常踴躍 所以能夠踢走曼聯排上第七名 絕對都不出奇 至於我們這邊 接下來就只剩下六場聯賽要踢 之後三場坡都還是繼續一周雙賽 而且還要是三連作客 對著呼咸、埃華頓和韋斯咸 都不會是很容易去應付 現在聯賽失分已經多過曼城兩分 就算贏了都要望曼城失分才有得後上奪冠 所以機會就不大了 但都希望球隊能夠踢好一點 至少不要辜負我們現場和電視機旁邊支持球隊的利迷門 踢到好像今場的上半場一樣 其實我都收貨了 但真的不希望再有下半場那種冷散不走動 不推進不斷橫傳回傳 落後都當領先這樣踢的情況出現 好了 今集其實都差不多了 星期三的時候 其實就出了風仔朝聖手記的第三集 就有入場看石飛聯那場比賽的棺材紀錄 暫時的表數都頗弱 三千都不到實在太過慘淡 所以希望大家都幫忙支持一下 好了 今集就說了這麼多 下次再見 See you next time